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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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副部长 拿渡组安达在也希望第二届的马渡赛船活动可以在星期内再次展开 他居于星期日出席2023年马渡赛船活动 并目一视致死时 如是称 也是折磨人区周园的拿渡组安达在也表示 该活动的成功举办 归功于包括当地社区内所有的相关人员付出的努力所得来的成果 他说该活动不只是由政府机构落实 当地基层社区也积极协助推动活动的展开 同时也是活动的秘书处及执行者 而这也真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由社区所有一同携手落实对当地社区有利的活动 将焦点转向明镀鲁 杀人联党全体人员 尤其是明镀鲁支部 受促继续为地方人民提供最好的服务 丹琼巴堵区周园员潘罗明指出 人联党获得人民的支持 成功在第十二届沙州选举中获得丹琼巴堵州选区 因此该党应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 以回报人民给予的信任 他说在未来的州选区中继续捍卫丹琼巴堵州选区 将仍然被视作为该党的挑战 而为实现这项努力的主要先决条件是 每个党员都必须在任何时候保持团结一致 他时于星期日早上在明镀鲁支部 配合人员党成立64周年举行的升级仪式 即致辞时这么说 潘龙明指出 该党目前正在进行改革过程 以更有效的提供服务 包括在星期日举办移动柜台活动 成立一个人民生计服务团队 并举行各种无论是小型或大型的内部活动 关注美里新闻 美里省萨拉越独立车队启程 并在美里省长扎马里布什里 主持辉旗以后开始穿越美里县旅程 扎马里布什里是于星期日早上主持30分 在美里伊斯兰东河大厦举行车队放行仪式 他吹响了气息 同时挥舞沙拉越旗帜和沙拉越独立60周年旗帜 象征为车队举行挥旗礼后 跟随车队出发展开穿越美里县行程 车队出发前 警方也向所有车队参与者进行安全简报 随后美里社区领袖率领进行祈祷仪式 美里县车队由美里县长City Rohani Yusof 带领30名摩托车 两名来自美里省公署车辆 及一辆来自沙公关单位车辆 在一辆警方巡逻车及两辆美里陆路交通局车辆的护送下 展开行程 该车队行驶约57.8公里 并在三个地点及马来西亚客厅大学 卢瓦湾休闲走道及Cococabana停留 然后在美里市议会广场结束离场 沙拉越独立60周年旗帜和沙拉越旗帜 随后由省长移交给县长 作为美里县车队之旅的象征 与此同时City Rohani在致辞时提到 为该车队成功穿越美里县感到高兴 现在来关注体育新闻 来自沙拉越的许家节缔造历史 在第41届大马国际保龄球公开赛 夺下女子项目冠军 成为时尚首名获得此荣誉的 12月保龄球女选手 该比赛是于上星期六在雪兰儿 双微MegaLens保龄球馆举行 许家节在国际公开赛中成为 女子公开赛和女子分级组别冠军 除此之外 另一名12月运动员 也在青少年女子公开组别中荣获冠军 12月体育机构首行执行员Avan Putra Yuswee和 12月业余保龄球协会副主席鲁南宁也祝贺这两名运动员成功赛了下市中荣获冠军 Avan Putra Yuswee说 除了让运动员有机会体验真实的比赛之外 参加比赛的目的是为了2024年马云会做好准备 他也表示 同时也借此评工运动员的表现水平 以及领选能够代表参加2024年马云会的运动员 新闻结束前 让我们来观赏于星期一在美里Poolman酒店举办的 12月及第16任国家元首华诞庆典茶会现场画面 感谢收看今天的UGAS华语新闻 想知道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浏览UGAS各大社交平台 包括网站UGAS.SRAWA.GOV.MINE 和订阅UGAS的YouTube频道 让你同步掌握更全面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UGAS.SRAWA.GOV.MINE 和订阅UGAS.SRAWA.GOV.MIN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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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UGAS.COM